我是王文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老朋友 陈生 我跟他认识几十年 我们今天访问大家 会超过我们一辈子讲的话 对不对 我没什么讲的话过 我是注意在看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你觉得 皮肤变好了 你以前看过我皮肤 你太可怕了吧 没有没有 以前只能背面看你 或侧面看你 OK 而且都是很暗的地方 对 酒吧喝酒的地方 没有了摄影棚 摄影棚 对 讲酒字 我们就要讲那个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就必须 那是一定要 那个是要骂的 对付这种人就要骂 就跟你讲 不要再喝酒开车 你不是头快掉吗 两个天蝎座 差两天 两个天蝎座 如果合得来 就讲不完的话 合不来 就是 无言以对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开始的工作的那个线条就不太一样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某一方面很相像 你知道吗 我不知 我跟你说 我们都是南部小孩子 你是嘉义吗 有嘛 你脏话嘛 脏话 对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创作来在这个行业里面过日子 各种创作 这是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圈子 形式不太一样 对 那你做音乐 我做节目 但你还有很多创作画画 我也画画 写作 我也写作 然后 你会吹口琴 我这个不会 我小时候没那个环境 OK 然后外省跟台湾人不太一样 尤其 这个最大的差异 不是 外省有学乐器的 但是不是我们这种士官兵的孩子 不太一样 但口琴有了 还有什么 还有 有什么创作的东西 其实差不多 你的画展的画我看了 对 那我也会画画 差不多的笔触 你是小时候看RCA 有啊 还是多少会 你画画有老师教吗 没有耶 对我也没有 我乐队 我带过去乐队 你说乐队了 我说画画了 所以做音乐 所以我对我自己说还有一点根据 但是画图 我说好像没学过 我也没学过 就会画 那小时候看RCA 对不对 看漫画书 没有 没有那么好条件 也没有 小时候 也不太有 不是那就是租的 那个就 就几毛钱看 我要有钱 我可能会去做别的事 做什么事 留不到这个 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这种零钱 不过我们那时候也是一本书 大家乱乱乱 我们士官兵的孩子 也是很穷的 换来换去 我那个时候可能 因为我是当班长 然后又是那个 你是班长 对 又是村子里面 那种比较高个儿 头头 所以 你的村子是什么村子 台湾村的 彰化 就是台湾的村子 就是乡下农业村子 对 就是种稻子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我可能是比较骄傲的孩子 你会吗 你骄傲吗 班长 我班长 班长就瞧事情 班长有两种 一种更好很好的一种 就是桥氏 就帮大家来安排事情 不要被老师扁 你是哪一种 我是 我是那种 同学以为我是撂背 老师以为我都 怎么没把全班带好 所以你就是双面间谍 我要不是双面人 我要不是两面都不是人 那你很聪明 你这个老师也可以交代 同学也可以交代 混在中间 我觉得我好像都没交代 对 所以我一离开小学的时候 我爸爸把我送到私立学校去 读私立学校 对 真的是 然后没有人认得我 我觉得 我要找一个流氓头来当当 看有没有黑道 可以去沾一沾这样子 海阔天空 OK 还是说到画画了 是 这个画画是浑然天成 写文章浑然天成 我看你都一直在创作 我对一个东西很好奇 南部小孩子到这个 这个娱乐圈里面来 娱乐圈也好 娱乐圈也来 就是你说你刚到滚石的时候 对不对 好像进入了一个高 这个贵族的俱乐部 碰到这些人 什么张爱佳 罗大佑 有没有 李宗盛 提出这些名字不就是 张爱佳 张爱佳是飞行的军官的孩子 所以他有点像高级俱乐部里面的人 不是爸爸 小李不是吧 小李他们送瓦斯 只是天龙国的了 都是天龙国 天龙国不是都是凯子 而且都是那个比较外省挂的 外省挂也不见都是凯子 都不是现在是凯子 你怎么会把外省挂都看成凯子 你在骂我吗 你在无言以对吗 哈哈哈哈 不是骂 我说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我 因为我那个村子啊 可能要还是得从那个村子开始说起 我这个村子是 有一半是外省 有一半是 一半是本省种田的 一半是台唐的那种台唐的那是军公教 那个又跟眷村不太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乡的里面的那个 比如说医师女的 然后外省的 然后那个学校都是全部都是 我就觉得穿起跑的人 好赞哦 我从小就想说 拔一个外省没 拔到没有 后来在一月就有拔到 拔到蛮多的 后来我终于结婚了 你跳太快了 我婆子就是外省人 对对对 我终于完成了我的梦想 你不是私心的吗 对对对对 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小时候 事关病脑区圈村 看台湾人 做医生的 做律师的 都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就觉得台湾人不要开 我老觉得你们村子的人 都瞧不起我们村子的 我们村子跟你们村子差吗 很远的 对 我说外省村 你外省 那你写南极厂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种村子的人很凯吗 那个又不太一样 那不一样 那跟我们一模一样 比我们还屌 所以你是南极厂这种挂扯 那你乱哈拉 你搞不清楚 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清楚 比如说 那你64岁了 还搞不清楚 这个 还写南极厂人 My God 南极厂我还蛮喜欢的 三姐写得很好 我是说 你让我慢慢说 我是说 原来外省卦 有将军 有校官 有卫官 南极厂就是士官 对的 士官还分 士官长 忠是夏氏 我老爸是夏氏 那我懂了 因为我那个团员呢 他爸爸就是士官 他们家是卖麻油的 对对 麻油 动工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打起来 那是你的错 你没告诉我 你是哪个阶级 你光看我的背影 在黑暗中看我背影 就觉得卡是什么 你那个时候形状已经很大了 你知道吗 而且气场非常的足 高贵俱乐部 我以为那个时候 小李也没有 小李李宗生也是宋瓦斯 而他也不算是去眷村的 他也辛苦的长大 他拿什么贵族器 他是音乐方面有天分 你有很多方面有天分 就把小李拉到你那一国去 他跟我很熟啊 OK 对啊 对啊 那你说 那你会那么多天分 会那么多创作 这是个电影 什么电影 拷问啊 对啊 不会啦 我在讲创作这个事情 因为吴忠生有事 南部小孩子 然后到台北来 在我们这个圈子 娱乐圈或者音乐圈各方 如果一直做 就是掩盖自己的那个 害羞啊 不善交际啊 等等等等 就一直创作蛮好 我只是想找一个那个 出头的机会 说实在的 我们也一样 因为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我后来也 比如说那个 中学就 私立学校也没混好 又被赶回乡下去 你换来去学修车吗 我后来就是念了职业学校 念修车的 后来迫不及待 我就跑到台北来 混 我就在电梯工厂 公司 然后还好 我去军业队当兵 当了三年 你学到一点音乐 可是你小时候就会一点音乐 你会不是和尚团的吗 那个都不算 算了 我们 我们也想参加和尚团 老师看我唱歌唱很大声 我就把他叫过来 小时候就跟我讲 跟你讲的不一样 但是我班是体育班 不是你听我讲 他就问我说 你很爱唱歌 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你想参加和尚团 对啊 你很喜欢音乐 参业有两种人 一种是创造音乐 也是听音乐 你属于听音乐的人 不要再唱 你还和尚团 你很棒 我其实做很多事情 我都是被老师抓着走 我是在体育班当班长 而且我要参加现运 所以我每天比较大的功课 其实都是在跑步 但是我们那个音乐老师 我记得是姓谢的 他就把我抓到那个 他们班上去唱和唱团 那还是代表你声音可以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想画图 就天生喜欢画图 我其实还蛮想画图 但是因为画子比较 比较内敛比较沉浸 我就不用再去跟这个世界有关系 你到现在为止 你也说你唱歌是为了赚钱 画画比较自由 写文章是触发一种情绪 对不对 画图真的是还比较 有一点点那种平静的 天使的感觉 对的 我现在也没事就画图 对吧 对啊 我可以画 我画晨晨给你看 你继续讲话 你跟观众讲 听众讲话 这个时间不能停掉 我们是广播 这哪里是我 我画的之前呢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哪里是我 是不是会画 还是会画嘛 对不对 这倒过来看都一样 什么倒过来都看的一样 有点像好玩嘛 我也画画也是自己乱学的 所以呢 其实我后来是反映成说 如果我有真喜欢这个东西 那我刚才前一阵子又勾搭上了一票艺术家 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萧严宗他们 对啊 他才是专业的吧 你不是他是画漫画的 他不是 你很早就认识他了吧 但是他们都没有说 他们要正经的办画展啊 种种的 有了 那其实我其实是帮他们安排 我是那个那伙伙团里面的那个宣传部主任 大概是这样的一位 我了解你意思 所以你去年 其实刚刚过嘛 你做了很多事 画年演唱会做了 前面新报道 那个科兰队也做 也演唱会也做了 然后画展也做了 在高雄做画展嘛 对 我就说画画这个事情 我还不知道 因为你出国绘本 你反正就一直在创作 生病的时候也画绘本 你里面有个叫什么历村的 你是把人家那个护士 你生病的时候 把人家跟人家护士哈啦哈啦 就把人家画了一个绘本 因为我在荣总住的那个将军 我平常也没什么事 然后鼻尾管 在这里我也不好讲话 但是我精神挺好 你就要创作了嘛 对 我就开始在那边想说 我找一点发泄情绪的事情 不能一直盯着电视在干嘛 不要看电视 电视很污染你 所以我就去跟那个护士小姐 他叫什么 不管我就叫他历村了 不是啦 不是 荣存有这么多护士 有些人知道说 那个声歌进来了 然后跟他哈啦哈啦 还蛮愉悦的 你写这个历村他知不知道 你有个专辑也叫历村嘛 你看 你知道你的生活就是创作 这蠻有趣的 因为我的同事带了一个画册来给我 一堆书就怕我无聊 翻翻 那里面有一个句子叫说 大概就是说那个寒冬之后 末日余夕之后就是 每一的春天什么 我说历村这个人名挺好 就刚好 那个护士站那边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一定的嘛 对吧 但是因为我 我那个楼层是将军楼 一般都年纪大一点 对对对 然后就过去 我也不好说话 只能用眼神 你那时候 你就 你的手术就在口腔里面 说咱们不好说话 对对对对 你就眼神就跟人家 勾搭勾搭 就帮人家画了一个绘本 叫历村的绘本 还有一个绘本 两个绘本 不管历村绘本也画了 还做了一个专举叫历村 你厉害诚 陈生 不愧是声歌 我是跟着走 我跟着走 我觉得很屌啊 然后对不对 我们眷村咖也比你写个南机场人 你很厉害啊 因为我之前是写了一个归乡 是写我乡下的 对 那人写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 做另外一部分的音乐了 我就跟我的乐团的 有一个写村咖 对对对对 有几个外省咖 我去你们村子混一混 我就真的去南机场水饺多好吃啊 这个就是世界第二好吃的水饺 就在南机场 第一好吃水饺在那里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在青岛 真的在青岛 对 那是海鲜的 对对对对 只有青岛有海鲜的 碗鱼什么的 你吃的这个 对 你碗鱼的 对 你吃的这个水饺 南机场水饺应该不是海鲜的 对不对 是肉的 对对对对 我如果说人家山东的水饺第一名 也应该是适当吧 不是山东的青岛水饺是海鲜的 你如果讲人家说 山东青岛水饺第一名 很多人会不认为这样认为 又不对了 对因为北方也有 最简单就是韭菜猪肉水饺 要不然就是南方鸡菜水饺 好像踢到铁板 不会了 山东水饺有名是因为他放海山进去 要不然讲是骂完好了 或蚝蚝蜜蜜 骂完骂完 我们加一骂完表演 张话 以外省也通 本省也通 我小时候就吃骂完 OKOKOK 我板回来一点 你板到哪里去 我们说到哪里去 本人重新说明一下 全台湾最好吃的水饺 是在南机场 这样可以了吧 还好 以至于 不会 祖国最好吃的水饺 应该是海鲜的 韦中哥说是海鲜的 不是 应该是在青岛 青岛 他有海参水饺 碗鱼水饺 对 因为水饺 其实山东青岛水饺不容易 我讲的都冒汗 因为鱼肉做水饺很难 水水的 水水的 我知道 对吧 好喜欢吃水饺 你这水饺吃不吃大蒜 我一定要 但是山东水饺 蒜跟醋就好 山东水饺可以不要吃大蒜 因为海鲜吃大蒜就挂 一阵 一阵狂 因为都是人家带领子去的 了解 好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跟我们声歌聊下去 不知道会聊到哪里 好 我是万文中 您先收听是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欢迎 我唱到哪里的 陈申 申歌 所以那个是你的头 我的头 但是我说 我说到哪里是头 我说对 我一直以为你 你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正想接呢 你刚刚说到水饺 你是非常好赖兵 我说我说到哪里了 你唱歌可以 你想到哪里 你是心运流水 你是跟韩宇写文章一样 然后心运流水 想到什么就唱什么 这点难调 后来这个专辑 谈你的专辑 就南机场人 后来那个村子 我就在那边混了一阵子 然后就开始揣摩那个心经 那我一直觉得 没有你们外省来帮 外省村子写一个正式的专辑 可以这么说吗 有散的啦 因为眷村这个东西 自己讲 那我有做戏 我也做舞台剧 我也做光阴的故事的电视剧 有讲村子 可是写歌这个东西有 但是有散的 但是没有写成一个专辑的 没错 那所以感谢你 就是超投入的 我那个时候就真的一直在那边 你那个前面前言讲饺子那个人 就是你那个朋友 嗯 就是他带我去吃的 你说里面 他住在哈夏 你讲这个南机场是 真的是士官兵的 就是我们长大的孙子 非常低阶的 所以你看到的人是很辛苦的 我后来才分辨出来 这个是有差异的 对因为你在彰化长大 那个堂肠 那个比我们环境好很多 因为我夫人 我夫人的爸爸 你夫人你太太 不能自己叫自己太太 叫夫人了 我叫他夫人 你这家叫夫人了 对对对 我夫人的 我们叫总司令 我夫人 我夫人老爷是 博爱特去那边 他们在那边的 我以为普罗的 所有的外省的 那个生活态度 跟那个 那个材料 都是这样 你就 所以你到了滚舌 你看到张爱佳 你觉得他就是贵族 对你们就是那种 贵族 高级外省人 包括李宗盛外省人 也就是这样 大家又看起来像外省人 也是那种的 大家又不像外省人 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现在叫他段矮先生 是二毛 对对对 段矮先生呢 他一直强调 他是很low的外省人 他也不算 他不算 他不算 他说他是花莲的 什么 我跟他有些外省人 讲自己很low阶层的 其实不见得很low 你说的 我怕过谁 我怕过谁 我又不吃大饭 对 我只是无法分辨 这个是另外一话 谈谈你这个他乡可以了吧 是 他乡 这是你个人的话 第二九专辑了吧 国语的话 对对 我觉得算是个人的 这里面就说 这里面有很多怀旧 就叫Natastia 对就讲很多怀旧 讲失去的一些人等等等等 申哥我看到一件事情 我看你两个MV 一个是他乡的MV 一个是小辫子 小辫第几首歌 第二首 应该是第二首 这两首MV 你在那个MV里面 都有哭 那算哭吗 叫哽咽 引气 自作哽咽 自作哽咽 然后提气的时候 有时候眼睛会突然挤出水来 这就你到年纪了吗 眼油 不叫恶心 不是问你 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正点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有点难过 其实我已经后来都没有在管了 因为这个机主是一整个到了南部 是你的朋友家夫的那个Yellowhouse这个民宿 所以都有时间上的压力 还要录音 还要录音 你说累的哭 其实是有点生气的 急着把他叫出来 可不可以 快一点 就眼油就出来 大概就像你 我当年在摄影棚 看你的背影的那种感觉 看我背影 你如果转过来应该也失恋眼婆说的 我没有 急着 对太生气 OK 他乡 他乡是这个什么怀念以前的朋友 有人 失恋的人 等等等等 但是我努力的不让他变成一种 好像在对岁月的味叹 第一首 他乡本身那首歌蛮好听 这个写的还蛮很有意思 可以 我听了三四首了 我后面还要再听 但是他像这个 这首歌我还蛮喜欢 可以 可以 客观 大家听到了 伟中哥说可以的 那就很可以 可以了 所以就说这个 我喜欢那句话 就是 这个所有东西都是什么 这个你讲的什么 自由的渴望 但是存在的焦虑 自由的渴望 存在的焦虑 就你创作很多这种东西 这你写的 你记得吗 这是我刚才写的 这我不能负全部责任 你有没有醒 你有没有醒 我只负责产品部分 然后剩下的 文轩 对对对 文轩或者是小企划 他们自己去怎么吹 如果我还能忍受 我就接受 可是我 OK 我觉得蛮好 你说人家是要 不管这个教你取什么外号 什么声歌 什么宝岛歌王 我如果帮你取外号 我还蛮认为 吟唱诗人还蛮像你 我比较想要当农夫 那没关系 没有人阻止你 对的 就是说每年都要耕耘 然后大家都会问 到时候还问说 为什么你一直出东西 我说 跟种田一样 你知道潜水的人 潜水的人 跟爱玩水的人 有什么不同吗 你不是爱潜水吗 你潜水是带装备下去 还是肤浅 装备啊 当装备就不是农夫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在潜水界里面 就不叫农夫 只都是freediving 就是全部都是带个小泼挖镜 带个挖鞋 就下去的人 就是农夫 是这样 海里的农夫 如果带那么多装备下去 就是逊咖 就不是农夫 所以我看过你装装备 我是老潜水咖 好 所以我觉得 好我下次就不带装备 对更自由 出事你负责 不会 大海不会把人沉了 你说不要 就把自己扶的就好了 好 我讲真的吧 客观啊 还有一题 下次我出事 就是算他的了 不会 不要这样 我是讲说 你喜欢做农夫这件事情 我聊 我觉得你的自 就是灵魂很自由 对不对 你怎么会把潜水的人 比成这个 不是 我是说 你到海边去潜水 你带一个蛙鞋 带个蛙井 然后看一大堆人 装备装的 千块扔的 然后怎么这么重的 在海边 跳下去 求不求 还正这样很自由 就胖就下去 你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我在那边 弄装备 大家都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骄傲 我觉得自己 可以下到海水里面去 我还经常都自己 骑着摩托车 带装备 一路招摇的去海边 对对 其实以前我跟家夫 我们做很恶心的事情 可是慢慢的 就不想这样潜水了 是 就这样最轻松的 就肤浅 最愉快 也可以看到鱼 也很自由 好 好好好 你现在会很好讲话 你现在很好讲话 以前很糟吗 我以前是反应慢 我训练自己 训练30年 才训练成这个样子 我以前多怕电视 我超怕去上电视 但你看起来 因为你讲话 你们讲话都逼我 我还被主持人 叫到旁边去训话过 你知道吗 谁敢这样说 谁敢对你声歌如此 大哥大哥 谁 没有那个时候 那个悲愤就不到 排排阵的时候 他把我叫到旁边去说 我们节目要 反应这么慢的话 就没有办法再讲下去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不需要上节目 你就就到处做演唱会 很好啊 这就是陈生 不是那我重要的 开始啊 开始就是要这样做嘛 开始下一个 所以你就很不舒服嘛 很不喜欢那样子 我到现在还是 对电视这个事情 我只要 那我们两个这样聊天 你还是不舒服 现在摄影机的头变很小 就比较没有压力 所以都电台混蛋 当初用那么大电视照的 你骂脏话 混蛋不算脏话 你怎么可以在大厅观众地下 你现在要知道电视 可以这样吗 电视天上脏话 混蛋已经是跟你很调皮一样 现在电视各种电视各种 因为出来的何止叫脏话 18个字都有 我可以这样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尺度在哪里 你歌词里面不是也有你他妈的什么 那是我可以对自己负责啊 我也对自己负责 那是我的那个专辑里面 对 所以这个我们混蛋不算是脏话 对 Scrimble不算是脏话 就是混乱的意思 滚蛋也可以 滚蛋也可以 你讲任何蛋都可以 OK 对 你再讲个蛋我听听 臭蛋 漂亮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收集节目是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欢迎陈生 陈生蛋 臭蛋 接过瘾了 才知道电视需要这些 而且伟中哥还说 我可以开始上电视 你可以 你现在很好啊 对 你看你说你很怕电视 很怕 很怕这些广播接受访问等等等等 以前啦 因为以前电视的那个速度很快 你知道吗 都找不到细缝去说 当我想好的时候 大家已经下班了 我真的想好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收工了 对对对 超有挫折的 你本来就是靠音乐 绘画文章在表达自己啊 又不是靠说话 这个行不是要这一个阶段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吗 可是你也被大家认识那么多了 我说你用的方式很好啊 跨年 你跨年的野唱会已经多少年了 28年了 很多从小学时候开始看跨年到现在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声歌在干嘛 所以说是农夫啊 就好像种田一样啊 就年年给它种下去就好了 电视上那个靠说话的也是在 也是农夫啊 只是用器具不一样啊 你用耙子 人家用敲子不一样啊 道理一样啊 你只在这些表演艺术里面 对说话不喜欢吗 你的意思是说 种的东西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一样吧 我种的一年我是种的是一年 你小时候是放过牛的 你们是一直在种豆芽 在那个行业 今天出来明天再出来 后天再出来 你已经很棒了 还上后电视 我们一首歌一首次的专辑 都一张专辑 一张都没做过音乐的 对不对 所以你已经算多才多艺了 我们我们种植一点点 你还要什么伟众哥 嗯 你还要什么东西 我啊 对啊 我就是我还要什么 各位客观 让我们今天那个 主客一位 我来访问一下伟松哥 好会主持 好会上电视 好会 我刚刚访问到哪呢 伟松哥 你还要追求什么东西 我要追求什么 追求 这个行业里面一些真的东西 除了潜水 不带工具 这个行业里面的 真实的东西 是什么 我再问 你再问我 对对对对 你要 我再问 我再问就是刚才那句话 如何自由的这个 自由的这个 要有自由的这个精神 但是要有 但经常会存在的焦虑 两个怎么平衡 对 是不是都有 一个创作者 好这样讲好了 我在追求一个创作者 怎么有对自由有渴望 但是又充满了存在的焦虑 在这环境里面 一个创作者 这显然也是个好事吧 是啊 是好事 这个两个东西 冲突嘛 对 这两个东西冲突跟拉扯 就会出好东西 对啊 对吧 对啊 我就跟追求 我们有个共识 有共识了 可是你 你算很自由了 虽然你难不上来 我也难不上来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对我们这种难不上来 这个有点害羞 就是创业来讲 不管别人了 就屋子里面 就在这屋子里面 我们两个已经算 对社会对我们不错的了 老天爷上班 上班吃了 对不对 算很服气的了 我常常想到这句话 而且你旁边的朋友 你说那些 滚石的那些所谓 高贵俱乐部里面的朋友 不管你看到张爱家 谁对你也很好了 贵人 对不对 对你也很好了 奶茶他们对你也很好 奶茶他们家也是 也是官的小孩子 大官 大官的小孩子 对 好 再说都对你很好 是已经很好了 大家很宠你 你老婆也很宠你 你老婆也很让你自由 自由到底了 对不对 现在是要改慈善路线吗 没有慈善路线 我讲真的 所以你很 大家都很宠你了 要帮我弄哭吗 不要这样子 你MV里面去看看 两首歌 一个他乡 一个小辫子 各位去看看 两首歌都在哭 现在好像是我一切对一切都不满足 没有 很满足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子 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然后也创作这么多东西 已经被宠到了 很好啊 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你想做什么歌 你的歌有时候就像 哗就来了 每年出专辑 然后想什么就出 这还不正典 就是还是回到农夫的那个阶段 我这个刀子要不收歌 我不能晾在田里啊 对了 也是秋收 然后春收 就一年两季嘛 对不对 差不多 很多创作人 四年八年一季 那种农夫就比较 那就是又种别的东西 可能是种木头吧 对啊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 每一年想到什么 就出创作人 非收不可 我不能摆着 它那烂掉啊 对对对 好了解 现在我就要了解 因为你真的是 大量创作的 不管是卖钱的 还是自己好玩的 我也是属于这样的人 我在研究我们两个 跟有一些人的一些特性 大量创作 乐此不疲 在生活里面 就把创作放进去 就这样 这样的人愉不愉悦 快不快乐 要 是不是很多人要配合我们 挺好 很多人配合我们 要谢谢人家 一路过来 不管是个性啊 不管是脾气啊 不管是伴侣啊 这些 是不是对我们都很好 是都好 我们两个要跟人家谢谢 这样子 现在吗 我已经谢了 到你了 快点谢了 对不起那些我曾经爱过的人 我有某些路上让你们感到失望 让你们感到冒汗 让你们感到有危险 很多人还是很爱你啊 对你这个才华洋溢 很有意思啊 不会怪你的 对不对 让你很多 你真的哭 你哭笑不得 搞的 没有 我觉得我在宗教节目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劝你什么 我是跟你在聊天而已 我好像碰到一个心理师 没有了 我懂个 我懂个 也是个脏 我懂个屁啊 我是跟你聊天而已 就好像 对对对 你在提醒我说 要感恩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我们听听广告 我是王文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聊 跟陈生聊聊 我们就说 我们两个大概认识几十年 这次访问大概是 我们医生里面 把我们睡的话 加起来 几十年 讲最多话的一次 最多话的一次 最多话的一次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不多啦 其实说 就是认识很久 但是都没有哈拉过 没有 就是我 就我一个 就是认识很久 没有什么哈拉 我们只是认识 不算朋友 对不对 一直没有机会深谈 确实 有在一起 不能讲这个字了 这广播间 但是没有深深深深的聊过 等等的 但是我会 你的音乐各方面 其实我还都在听 我觉得你那个 你那个 是把我的 的那个客户抢走的 什么意思 那个我来 应该也是不错的 很好 没有人找你吗 没有人找你拍 就是有人问过我 后来跑到你那里去 乱讲 乱讲 我感觉 你乱讲 我那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内容 跟你那个 是同样一个吗 好像都是白白的 嗯的东西 透明的 对 了解 你还是最喜欢的 那个嗯 我现在不能嗯 我现在都是 继续于三岁 了解 了解 好了 2023了 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会创作什么 对不对 还有 就看看今年 看着办 看着 今天有什么样状况发生 对不对 对对对 可能是一个妄想 什么之类的 OK 还有一件事情 我问你就是那个 诶 诶 正到年纪了 然后 去年是你儿子结婚了 是是是 对 然后你在上面 一直唱歌 哦 那是我第一次 当婚礼歌手 对 还蛮不错的 我看你儿子看起来 你儿子看起来 跟你完全不太像 很老实 像妈妈 很老实啊 我觉得他可能 也有一点 我们这种 又回到 乡下老土的姿态 就是说 他其实是 有这个根性 就是外省跟本省的综合体 可是他那个根性 其实就又回到那个 种田的那 哦 根性很朴实的 对 就是一包一卡印那种 那你在 那他小时候人家说 你跟他常出现一些场合吗 没有 很少 我的场合他常常在 但是没有 大概是这样子 也会 但我不太善于就是说 我一直是推荐说 推销说 对啊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他也不是这样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天蝎座 哦 他也天蝎座 对啊 对对对 OK 他娶了一个老婆 还跟我同一天生日 酷不酷 10月28号 29 我是29号 你29号 对对对对 就你差过几天 跟我们差几天而已 对 所以我这 我变大了 我的夫人比较苦恼 我们每天都被三个蝎子拱住 你老婆怎么训练 石子 他是8月23号那天 炮打出来的 823炮战 对对对 当天 你这样讲的旁边女孩都在笑 都听错了 是这样 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结婚典礼是6月4号 哭不哭 哭哭哭 那我儿子浓缩的 是1月3号就生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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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天蝎跟狮子不是很合 我又没有说合 不知道谁在忍耐谁啊 我觉得还是你老婆他很宠你 他宠你跟宠小孩子一样 这是有人这样讲过 应该是这样 对 他比我大一点点 我丑不大气 而且外省的 外省 我以前在我们村子里面娶外省婆 很正的 我老婆就台湾人了 所以很会这样子 奇怪 怎么刚好这样 都喜欢这样 这就是冲突是美感 就像我们村子里面 我们村子一抓一大把 林青霞 张爱佳 都长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有个石头就像这样张大嘴的 原来你小时候水真火热的日子是我憧憬的目标 对对对对你不知道这样子 我没有投错胎了 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就会这样子就在台湾这个环境很有意思 台湾人很喜欢外省的马子 那外省他很喜欢台湾的台妹 很多这样子 对呢 嗯 是呢 就是这样 没错 这样有了解吗 有 对对对 这样凑起来 蛮有意思的 所以你要 这才是台湾的缺损都凑在一起 对有没有灵感了 有有有有 旺香 旺香 下一张就旺香 旺香 龟香 他香 旺香 那你的香旺哪边旺 你这是云呢 云飘的地方就是你的香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香以后还是会变故乡啊 对我记得你还会摄影 你还开过摄影展 自从500摄影之后我就不太喜欢摄影 他说你说500什么 出了摄影机之后 不要讲 他有听拿一个摄影机到我公司来 哦 你不要这样讲 所以我就把摄影机收起来了 是我们嘉义人 哎呦嘉义之光 嘉义之光 而且是我家中的 沈嘉中的 你们家真的很屁哦 很屁哦 对对对 你家中认识几个 我是在协同中学念了一年半被赶走的 协同你念的时候是民国六十几年吗 六十三年 不六十四年六十五年 我是国中三届的 对小我一届嘛 你被协同赶过之口啊 你读的私立中学就协同啊 对对对 所以在加义小混乱一下 那个很贵 很贵 学负很贵 所以我到现在怀疑 是不是因为我爸爸没钱了把我交回去 还是我被学校赶走 我有一点弄不清楚 为什么在协同 是协同中学私立中学 我不是说我前面都是在 都是当班长在村子里 在乡里面都很臭屁的小孩啊 到协同之后 到协同我就是 就是很一般嘛 因为都是精英的精英的小孩 协同很多眷村的那种飞行的孩子读协同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没有考上沈家中和沈女中就是读协同 然后都是一些怪名字 什么赵首宇王伟宗啊什么之类的 都是一些怪名字 我得告诉你 张信泽 读协同的 阿泽是你的学弟 对对对我知道 哇塞 我们嘉谜跟uru's还有这么多关系啊 有 你的话 协同还出这么多人呢 我只有读一年半啊 所以我才说我跟嘉谜 有点沾到一点关系 现在我就了解了 我的启蒙 就是说我刚读协同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征向开始出现一些怪异的毛的时候 都在协同发生的 你有没有再回去加谜看一看 我过年过节都还是会 在车子在那边绕来绕去 你这里面有首歌叫台九县 台九县是旺东部去的那边 他乡里面有首叫台九县对不对 对 蛮有意思的一首歌 我要把全部台湾都写光光 你接下来今年可能就做旺乡 对 大概是这个一位 好 我看到没有聊的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上这个影视的节目 有没有不太好聊的 没有吧 我得到几个答案 请说 就是首先 宇宙哥说我受这个世界的 很多的朋友的眷顾 眷爱 然后二 我可以当上电视了 可以 对 第三 标准上呢 是外省人娶台湾人 台湾人娶外省人 对 第四 鞋子不好惹 鞋子不好惹 鞋子就是这样子 如果合得来就这样很多 还有没有漏掉什么 合不来就是一言不合 无言以对 就这样 还有漏掉什么吗 没有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认识这么久 我们两个认识 所有加起来的话 不如今天多 还蛮好的 我重新认识陈生 对 还有一点 你们那个 是确定是从我这边强去的 真的 你很多专辑就是 本来是想法都是我 所以我们告诉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谁 那个那个谁 现在是该我了 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 再找机会 谈谈谈谈 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有点 告诉他们 OK 谢谢陈辰 祝福 谢谢大家 再见